是个男人七个傻八个蛋九个坏 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 马提尔抱黑人乱青出来面对 两年前就被单头警告 陈先生请自重啊 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 前正的局都图黑人陈建州 因为家里泛泛不好刺跑到外面子草饭 6月27号被大牙控诉企图硬上 隔天饭间夫妻以阿齐来提告 并且求偿一千万 殊不知阿姨千万也有逼出me too 微风女神郭媛媛28号 提报被黑人两肚抢压在床 不断要求女生亲吻一下 我在逃跳者爬起来的时候 听到她说 这种床不可以 我脑中闪过对那句话的理解是 这是她与泛泛的主卧室 陈先生请自重啊 but对于郭媛媛的控诉 黑人没再寄出第二个一千万 而是透过经纪人说 针对莫需要的指控 我们不再回应 当天深夜的 陈金莹也在脸书发生 让姐姐妹妹站起来 黑人的黑历史则是被网友歪啊歪 免费的永远最贵公勉芝 而且不只是我一个 你还钦佩瓷啦 还要钦佩瓷 钦佩瓷 她就是喝醉的时候 她比较放得开啊 然后你就钦佩瓷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 不能控制 不能控制 我受不了了 陈先生请自重啊 你们应该都有被刑过吧 那不是炸牙吧 当然知道比较多吧 哦 对 大脸红欸 对啊 我才是你吧 有刑过 一定有 对于当年节目爆料 马皮尔说 我们是把黑人哥当姐妹 所以她说要亲我们 我们都不觉得她是性骚扰 所以才说OK吧 但万万没想到 现在不是只有我们姐妹而已 她也会要求小妹妹请她 我真的希望她可以出面说明或澄清 陈先生请自重啊 恭喜黑人 5.5 4.5 2年前王力宏的雷神剧垂发威时 南辰妈妈成员弹头也点名 简咒那黑人哥 不是所有天王最永恒的朋友吗 不要让小咖我戳手 你找谁跟我讲都没用 相信我哦 阿哥在葛思琪当时也说相信弹头 因为弹头开车转过周结婚 由上节目承认此事 黑人就很多故事了 但我们自己能力有限 我们也在学习 2009年黑人发起Love Life公益活动 一件T恤有580元 却被爆出一件只捐100元 事后才得知的民众颇为不满 黑人说呢 只做成本180元 还要扣掉营业税 营锁税 不知道会借多少才会预留税款 陈毅如今也提出质疑 如果是交给慈善团体来卖 根本不需要扣税后 账摸不清不楚 就是在消费公益 把Love and Life 变成了Love and Light 因为F拿去用了 我们也要帮他讲办法